我是子涵姐 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 我到底是吃了什么牌子的防腐剂 那防腐剂呢肯定是没有吃过的 但是呢平时呢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都是吃吃喝喝一些什么东西 那首先呢就是我会 每天都喝一瓶这个 松草宝 其实它就是酵素 然后就补充一些维生素吧 对女孩子比较好 因为我不是需要给人家打广告 所以我就不给大家讲品牌了 就我会喝一些酵素类的东西 它就里面都是一些瓜果呀 或者一些维生素啊 可以提供我平时可能营养不均衡 然后吃东西都是快餐 所以体内并没有什么很有营养的东西 所以我会补充一些维生素 水果呀蔬菜吃的少 然后呢我还会喝一个沙季原浆 对大家都知道沙季是 一个生命力很强的一个果实 对要喝原浆 它虽然口感很不好 就很酸很酸 但是它就是水果之王 VC是 很多人喝沙季 坚持不了多久 因为它真的真的是 非常的酸 非常的色 然后你们可以选择一些牌子 口感好一点 因为什么事情都是要坚持 所以如果口感好一点 你可能会坚持下去 因此选择你喜欢喝的一些口感 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 多喝一些关于维生素的东西 都是抗氧化 一个是可以美白 然后 最好是晚上喝 因为维生的东西 白天会容易晒黑 我为了给你们推荐 所以我就 从头到尾 都是在一口气喝掉这些东西 但实际上 大家可以分时间段去喝 还有一个东西 是要给大家推荐的 就是这个胶原蛋白 这个胶原蛋白饮品呢 里面含的有虾氢素 那虾氢素大家都知道 虾氢素就是抗氧化的 所以你们再去买 胶原蛋白饮品 一定要去买那种小分子的 3000到对以下的那种分子就可以 那我这个是2000分子的 所以它的分子很小 容易被身体吸收 而且它里面含的有虾氢素 相信说大家都知道是抗氧化的 所以在 无论是你是在皮肤上的外用 或者内饮 都要有一些抗氧化的东西 能够帮助抗酸 对 今天的分享就到